這是我們剛剛做的牛奶捏捏的相思蛋糕出爐 等於證明它出爐了 你們看 上面有61度 很熱 剛出來的 這已經降到50次 這個已經先脫模了 然後我們給大家看的是說這個是用活動模的方式烤的 這是我們剛剛黏蛋白的部分 然後這是剛出爐的 你看黏蛋白在這邊 我就先把它 脫模怎麼弄呢 就這樣先把它拉開 讓紙跟邊邊拉開 然後熱熱脫模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就是放到網架上面 這樣子把它拉起來 看到了嗎 裡面是非常乾淨沒有濕濕的 然後它跟模式一樣高的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怎麼辦呢 就因為我們用那個紙 所以就很方便 把它這邊邊這樣拉下來 拉下來 拉下來 好 拉下來之後呢 拿一張紙 你看 這是我們剛剛烤的巧克力的 法布納可可的那個 棉花蛋糕 然後你們看喔 欸 屁股也是很漂亮 屁股也是很漂亮 好 那這是熱脫模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這樣子把它打開 好 那因為它很燙喔 我用手抓給你們看 手抓給你們看 看 有沒有很膨很膨 然後這是跟剛剛的 那給你們看一下這多高 嗯 看喔 有沒有 七八公分高 然後邊邊的部分有五 然後上面長出來這個部分大概兩公分高 但是它會稍微再回縮一點點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好 那我們就是熱脫模就可以了 把邊邊濕掉之後呢 我們拿一個 綁過來放 綁過來放之後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用活動模的方式 是不是底部會濕濕的 你看 那其實小心濕 看樣子就是有一點點 沉澱一點點 但是不影響 輕輕的濕 輕輕的濕 不然你整塊會被你扒起來 你看它顏色比較深的部分就是因為有一點點液體的沉澱 不過那個真的不影響 你看 登登 非常美吧 那如果你介意的話 它有一個方式是 你可以拿一個像抹刀這樣子的東西 把薄薄的這一層拉起來就好了 可是其實它應該拉不太起來 拉不太起來 拉不太起來 它已經跟它一起了 然後這個就是沉澱 所謂沉澱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可能有一點點的部分 然後是液體的部分沉澱 然後你看 這樣沒有關係的 切不開了 代表它沉澱不是很深 很多啦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反過來 那像是蛋糕 Ogura Cake 就是Cate 那有些人他會習慣就是說 壓在網架上面讓它產生紋格 不過呢 我們這個不用 所以 那如果說你希望它可以表面平整一點點 你倒是可以讓它就是 像我們這個板子上面有沒有 你就是這樣子 然後反過來 然後我要讓它 我要讓它就是表面是非常平整 就是不要碰碰的那個樣子 對 好 就是我們在這邊 好 然後另外這一顆呢 我們一樣就把它撕開 稍微兩秒的把它撕開 在這邊 撕開 好 撕開 然後看一下 給你撕一下 其實不太燙了 然後一樣 就是 背面的部分 這樣把它撕開 喔這個比較漂亮 你看這個就比較沒有沉澱 所以它可以 噢有一點點 布丁層 沒有關係 那都不影響 那是因為我們在攪拌的過程當中產生的 好 看 然後我們就把它反過來 那因為這兩個 唉唷我呀 這樣 那有的話怎麼辦呢 你就把它割掉 割掉 有沒有 把這個 這樣子 把它弄起來 就這樣 這個難免 因為有時候在水浴的過程當中 然後你溫度調的不對的時候 其實它就會這樣子 那這一開始 這通常的情況產生在於 就是一開始你底部的溫度不夠高 底部溫度不夠高的時候呢 那你加熱溫度不夠 然後導致說它要熱不熱的 然後它就會有這個布丁層的產生 好 沒關係 然後這邊基本上你把它處理掉之後 你就可以來做 裝飾或是直接食用都可以 那你要直接食用的話 建議基本上是 等它冰涼涼了之後 因為現在熱熱真的不是很好吃 你看這個沉澱就比較多 那我們就這樣把它挖起來 沒關係啦 失敗又失敗沒有關係 我又不是 說我一定每次都會成功 好啦 其實我們只是告訴你說 這個蛋糕基本上是OK的 因為它都有手頭了 那底部是這樣沒有關係 就是你把這個分離層 弄起來 對不對 那下次你可能就是注意一下 調整一下溫度就好 你看又是一條好汗 是不是 好就這樣子放著 OK 那我們就這樣子囉 拜拜 拜拜